每股的大跌 每股的大跌 導致今天的台股 也呈現一個為數不小的下跌 中場下跌276點 可是你可以看到很奇妙的是 明明中間一度殺到 15892點 可是最後最後硬是拉了一個 超過百點的下影線 我就是請問 你會覺得這個行情看似好像大跌 外行看熱鬧 外行看的是這邊 內行看的是這裡 為什麼無論如何就是16000 莫名其妙 是不是就像我說的 台股不論從基本面 從籌碼面 從今年的政治考量 有什麼理由應該要委屈在16000點之下 有什麼理由 我真的不認為台股有理由 好不好 有人認為說 以這樣子的型態來看 過去四天的700點行情 彷彿就是曇花一現 就是一個弱勢的反彈 有人這樣講 當然也會有人認為說 過去四天 台股已經確定一個多頭的姿態 所以這一波的拉回 今天這個300點拉回 反而是機會 兩方的人馬各執一尺 當然還是負面思考的人占多數 絕大部分的人認為說 反彈已經結束 台股隨時要再殺一波 到底現在台股是存在機會 還是已經註定了繼續下殺的命運 什麼叫機會命運 那個稍微有點年紀的 可能跟我 比我年長或跟我差不多 一定玩過大富翁 中間不是要翻牌嗎 機會命運 有時候翻起來很好運 得到房子得到什麼 不好運的 馬上把你拿去抓去關 抓去坐牢好不好 以前大富翁遊戲 那今天我們來聊聊看 台股有什麼機會與命運 首先解鈴還需細鈴人 這一波台股的下跌與美股息息相關 你可以看一下 台股整個五月份以來的走勢 根本完全跟美股連動 這一波為什麼反彈 因為美股漲 這一波為什麼下殺 因為美股殺 這一波這四天為什麼反彈 因為美股彈 好不好 基本上完全是複製美股的走勢 所以重點先看美股 昨天晚上美股跌什麼 跌什麼先看一下 來 各位 直接看重點 來 鮑爾表示 將毫不猶豫的持續升息 直到有明確和令人信服的證據顯示 通膨下降至將近2%的目標 所以投資人擔憂 聯準會激進升息 將影響美國經濟成長的前景 看完這一段 我心中浮現四個字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各位請問你 鮑爾有講什麼嗎 他有講什麼嗎 我相信他也許心裡很想講什麼 可是又不能講什麼 為什麼 受人點水之恩 必當勇權以報 才剛剛被民主黨點名連任 總不能過河猜橋嗎 他也清楚說 他的立場會嚴重的牽動美股的走勢 所以不能亂講話 因此 各位他是說 毫不猶豫的持續升息 這不是 就是市場原本的預期嗎 他有沒有說升級嗎 沒有吧 那你為什麼要去過度解讀他的話 然後你會看到 美國的媒體 台灣的媒體 在那邊亂下標題 什麼 聯準會大力鷹找公 鷹派又來了 鷹找公 你以為你金毛失亡 好不好 製造市場恐慌 我們平心盡氣的去分析一下這件事情 通膨是剛剛才發生的事嗎 不是吧 從去年就開始講通膨了 已經講了半年以上 升息呢 升息也不是新聞 只是說正好現在 5月6月7月連續三個月 都有聯準會的利率決議 所以每當升息過後 很快的 沒過幾天 我們又要再面臨下一次的升息 那5月初剛升息完過後 下一次的利率決議是6月16號 6月的16號 現在市場的預估是升息幾碼 原本是2碼的機率最高 那3碼是市場的最壞預估 市場預估說最壞最壞頂多升3碼 那4碼基本上不可能 其實這些都是你很容易查得到的新聞 既然新聞查得到 表示已經有一個最糟糕的預期心理了 甚至我這麼講 昨天晚上美股之所以大跌 跌的是市場風向已經認為 鮑爾的言談中暗示 有可能升息到3碼 所以昨天跌這1100點 這1100點是在反映這件事情 反映有可能變成3碼這件事情 市場在揣測鮑爾的心態 他認為說好像偏向3碼的 所以跌1100點給你看 那有趣的事情來了 美股這一波 來 我們往這邊看 來 我們就用道琼來看 好 放大放大放大 各位 美股殺這一波 這一波的殺盤 殺到這裡嗎 這一波的殺盤 是在反映連任之前鮑爾的鷹派立場 當時這一段他非常鷹派 一直在亂放炮 通膨太糟糕了 然後怎樣怎樣怎樣 可是當他5月13號 我們把它削掉 當他5月13號連任聯準會主席之後 發言有比較緩和了 就像我說的 民主黨剛剛才彭領上位 你要過河拆橋嗎 你要讓美股繼續崩嗎 所以當下他發表了 比較偏向鴿派的聲明 造就了這一波 大概是1460點左右的行情 可是當昨晚市場去解讀他的言論 為升息三碼 又把指數打回原型 那重點來了 來 各位 你這樣看 這個點跟這個點是不是差不多 兩個位置大概距離100點 好不好 原本升息三碼跌跌跌跌跌到這裡 現在他也就是打回原型 也就是打回原型 換句話說 6月16號利率決議以前 最大的利空 我一口氣一根黑棒反應到位 他還要跌到哪裡去 他還要跌到哪裡去 你聽懂我講的嗎 基本上空間不大了 而且美股有個特性 很有趣 因為美股跟台股不一樣 台股的散戶比例是很高的 那美股的特性是 他們散戶比例少 法人比例高 所以投資心態偏理性 投資心態偏理性 而且比較不著重在技術面的操作 反而跟基本面比較聯動 那在這種前提之下 你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放大來看 來各位 每當破底就會有強彈 每當破底就會有強彈 每當美股破底就會出現強力的反彈 因為基本面理論是這個樣子的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科斯托蘭尼的遛狗理論 主人與狗 指數跟基本面的關係 基本上不會相去太遠 有時候指數走在基本面前面 有時候基本面走在指數的 指數走在基本面的後面 可是來來回回來來回回 大概會是一致的 假設今天美股從36000點 跌到32000點 可是美國當地法人機構認為說 美股有34000點的價值 那這些法人機構會不會動作 先賺2000點吧 趕快跌升反彈繼續搶 噴2000點 我就把握這2000點 法人機構就會動作 那各位你看一下前面幾波 只要破底就強彈 只要破底就強彈 各位注意我說的話它是強彈 不是那種很微弱的 一兩千點這種行情 這個動輒是3000點 那至今從這一波 從這一波破底之後有沒有強彈 還沒有 這是弱勢反彈 這是弱彈 至今還沒有出現強彈 所以我認為已經來到這一個位置 已經來到這個位置 下跌空間有限 上漲反而相對有動能 那麼你認為今天台股的下跌 是機會還是命運 那麼話講回來 如果你認為說 持續崩盤就是台股的宿命 它現階段就是這樣而已 只是往下殺了 那麼聽到這邊你就可以轉台了 因為你已經絕望了 可是如果你跟我一樣 你認為今天的下跌 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下半段回來 我們就看看賺錢的機會在哪裡 休息一下 有些投資朋友認為 昨天的行情正好來到這個 下降趨勢線的頂端 所以說行情的反彈已經來到滿足點 今天下跌是正常的 針對這個理論我大概認同一半 因為你從技術面來看 似乎確實是如此 可是我上半段講過了 現在台股是跟著美股走 如果昨天晚上美股大漲一千點 今天講這些都是廢話 上半段我們已經定調 如今的台股是機會 台股的回檔就是機會 我可以告訴你 今天可以買股票 如果明天開盤還開跌 他敢開跌 我還會加碼買股票 我們先來看一下 昨天不是有分享兩檔 我們做進場的標的 第一檔 這是禮拜三 禮拜三昨天發了訊息 所以是禮拜二買進的 恭喜各位 昨天我們趁機搶進的三 什麼什麼什麼 不僅昨天就現買現賺 今天更是一開盤 直接大漲超過6% 創新高 各位第一檔三 XXX的股票 我可以告訴你 今天台股大跌300點 他今天還是漲的 昨天已經先大漲創新高了 買進當天現買現賺 昨天又大漲創新高 今天台股大跌 他還在漲 所以無庸置疑的獲利當中 第二檔你熟到不行的 東哥遊艇 同樣是昨天的訊息 再一次恭喜各位 就在今天早盤 我們再一次敲進的 8478東哥遊艇 如各位所見 東哥遊艇 瞬間急拉大漲8% 當然最後昨天是收漲停板的 因為我們早在10點半 就發訊息了 我們再一次現買現拉現賺 10點半發訊息 所以你看我買得多早 昨天早盤當天買進 當天就賺錢 最後收盤收漲停 可是我可以告訴你 因為昨天 我們開盤沒多久就買進 來各位東哥遊艇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在買在相對的位置 相對低的位置 成本非常低 昨天漲停板 雖然今天它是跌兩個百分點 可是無論怎麼樣 你看也知道 都是獲利中的 都是獲利中的 然後剛剛值得一看的 利基電 各位今天什麼行情 利基電漲 晶圓代工廠中 唯一一檔上漲的股票 也是唯一一檔 符合我們底底高型態的股票 也是唯一一檔 今天創下收盤價新高的股票 它是技術最領先的嗎 它是EPS最漂亮的嗎 都不是 都不是 可是我說過 形態對了走勢就對了 這檔股票 我們分享多久 講多久 利基電今天台股大跌 它漲一趴創收盤價新高 可成 各位不得了耶 可成也是漲沒有錯啦 可是今天它是正式創新高 比利基電還強 今天台股跌個300點 200多點 可成創新高 各位 我跟你講一個分析師 有沒有誠信 值不值得追蹤 你就看一點就知道了 你就看一個地方 來 各位你看這裡 5月10號這一天 可成創新高 可成大漲創新高 是兩個月的盤整區間 在這一天一口氣突破 所以你在這一天會去做分享的 很正常 我也同樣在那一天 5月10號這一天 我告訴過你 可成也是具備底高的形態 所以我分享給你 公開節目上分享給你 OK 全市場都注意到了 這種大型股票 全市場都注意到 所以當天會去分享可成的 很正常 可是你可以注意到 隔天 這個位置 創新高完隔天 馬上一開盤先大跌 最後雖然收盤有上來一點點 可是還是收跌了 差不多半根停板左右 跌了將近要5個% 這一天 市場上所有講過可成的分析師 在這一天全部閉嘴 全部歸縮 不敢講 當沒事 誰在大跌的這一天 仍然不離不棄 堅守陣地 不好意思 小弟在下我本人 5月11號 大跌我照樣講 我照樣具細靡遺的分析給你看 我分析主力跟大股東的心態 還有財報為什麼這麼差 可是財報關係在哪裡 連動的 我分析給你聽 而且連續幾天一直追蹤一直追蹤 從5月11號直到今天 連續性的一直追蹤 一路到今天 為什麼我要這樣做 一方面 我有講就有講 有講就有講 跌就跌怕什麼 另外一方面我要讓你知道 什麼叫做邏輯決定一切 先分析 先告訴你 什麼叫做底底高 底底高不會沒有原因的 台股一底比一底還低 他能夠做到底底高 這不會沒有原因 底底高有沒有鬼 絕對有鬼 沒有鬼台股破底 你還可以底底高嗎 然後為什麼 財報公布當天創新高 難道公司的高層 難道可成的大股東 他不知道財報長怎樣嗎 打死我也不信 他們會不知道 可能嗎 我已經知道 第一季財報不好看 我已經知道 第四月份營收衰退 我幹嘛不賣翻他 為什麼我要選在 公布財報的當天創新高 下午公布 隔天跌 各位為什麼 哪個傻子進來買的 公布財報當天 你覺得 今來最創新高的人是傻子 公布財報的隔天 大跌 拉長紅可以表示有人在做拉台 你也覺得這一天買進的人是傻子 你就覺得別人傻 可是呢 到了今天 很多人買這 很多人買這 你都覺得他們很傻 直到今天 直到今天 你會發現 當初自作聰明的人 不買可成的人才是傻了 好不好 我們再看一下 去年很風光 今年非常慘淡的四大天王 力望 創意 今天創新高 金鴻 今天只有小跌 只有小跌 AS 今天也是 創收盤價錢其實還不錯 漲三個百分點 其實這些股票我講多久 講幾天 因為他們的存在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最慘的股票 領先大盤落底 都在4月27號 領先大盤落底 這行情會沒搞頭嗎 最慘的股票都領先大盤破底 落底 雖然他們沒有做到底底高 因為他們4月27號才是最低點 可是無論如何 領先台股兩個禮拜落底 算很強了吧 再加上這些股票 去年之所以能夠成為 標股代表 去年每一檔股票都有標過 都標過 既然曾經標過 表示體內有標股的DNA 漲起來就不會跟你客氣 好不好 就像我剛剛講的 金鴻 今天還收紅K 基本上是收在相對高點 利旺 利旺也不錯 小跌1%而已 AES 今天長紅K拉得多漂亮 今天漲幅是最多的 台股跌300點 他要漲3.6% 創意更狠 直接拉過去創新高了 這幾檔我不是只是用邏輯跟你做分析 我還用AI跟你分析 各位這個圖你看過幾次 哪一檔古天樂跟你講說不能買的 古天樂告訴你他們一檔一檔全都可以買 這裡做空先賺一票 這裡做多三線一星強力買盤噴出去 三線一星強力買盤噴出去 這個是創意 利旺買進之後噴出去 AES出現買訊之後噴出去 哪一檔不是 一檔一檔都可以買 籌碼都來了 動能也都上來了 不是嗎 我不是我要吹牛 這種行情 你靠著自己選股票 你選得出一朵花來嗎 你買來買去還不就買面板 買航空 買聯電 可是我最近公開分享的幾檔股票 哪一檔沒噴 精彩科今天又創新高了 沒噴嗎 沒有跟你分享過精彩科嗎 買訊在這裡 買訊在這裡 起漲第一根買進去 這一段 四單的第一筆單買進去 大賺54% 三線一星成立之後 加碼 這一段大漲四成 54%加40% 加一加快要一倍了 兩筆單加起來快一倍了 你第一筆單買100萬 第二筆單買100萬 到現在你賺了快100萬 提威西沒有意外 繼續大漲創新高 很神吧 各位提威西沒有公開分享嗎 沒有軟體給你看嗎 這裡買訊出現 四單先敲進去 這一筆噴上去賺三成 31.6% 三線一星強力買訊出來之後 這一筆加碼進去 這一段再三成 29.9% 好不好 31.6% 第一筆單 第二筆單 29.9% 加起來六成 兩筆單六成 第一筆買100萬 第二筆買100萬 現在賺60萬 賺60萬 好不好 再來 兩位今天也是收紅K 收平盤 都有公開分享 節目上全部都有公開分享 好不好 全部都有公開分享 梗鼎 今天 哇不得了 梗鼎這種股票冷門歸冷門 但是它今天就是漲停板 它就是創新高 真的很強 真的是有夠強 可是有沒有公開分享 也是有 你們看到這邊一個買進訊號 你們看到買進訊號出現的當天 它是三線一星 強勢多方格局 一噴往上 一噴往上 光是這短短幾天 大概兩個禮拜左右吧 兩個多禮拜 49.7%的漲幅 將近五成 將近五成 立凱 今天也是一樣 連噴三天 市場上分析師都在蹭熱度 蹭真的蹭假的不知道 可是古天有買進訊號 有三線一星 強勢多方格局 這就是真的 一天兩天三天 這就是真的 好不好 66塊到78塊 沒有很多 兩天18% 你不用當軍公教人員 你也有18% 這是立凱 或像最近 有人問說 有些股票 好像他們有在觀察的 開始很強 雙紅能不能買 我今天大漲 瑞昱能不能買 我今天又創新高 能不能買 不是我說的算 你也不用來問我 你在Line留言給我 你還得等我回答你 我又不是24小時克服 我不會掛在線上 可是這個時候 你問他最快 你問古天樂最快 雙紅他昨天告訴你可以買 而且是三線一星 強力買訊 今天馬上拉長紅可以上去 昨天出現買訊 今天就創新高 今天就大漲 夠神吧 瑞昱不好意思 你已經錯過了 因為很早很早很早 他就出現買點了 很早很早很早 他就出現三線一星 強力格局的買點了 你已經錯過了 你可能一時衝動 覺得面板最近有新聞 面板好棒棒 真的好棒棒嗎 昨天跳進去追高 友達昨天大漲長紅K 決定性K棒來了 追高今天馬上 吃一個4.4% 群創也是一樣 昨天長紅K追進去 今天馬上跌4.2% 可是你買之前 你有沒有問過古天樂 你問過古天樂 他會叫你買嗎 有買訊嗎 各位 單箭頭是空單的回補 不是買訊 這邊群創是這裡空 這裡才補 可是有沒有雙箭頭 買進訊號 從頭到尾都沒有 你有問 有保佑 古天樂帶回家 不該賠的錢 你不會賠到 問人就不會賠錢了 決定買什麼股票之前 代碼敲上去看一看 你就不會賠錢了 好不好 我們回歸正題 今天台股大跌 將近300點 是機會還是命運 前幾年有一部動畫電影 是滿有名的 挪詐 挪詐三太子 裡面有一句話 叫做 我命由我不由天 我的命運由我自己掌控 不由天 我命由我不由天 當時挪詐正處於 這個政協的邊緣 一念成仙 一念成謀 一念成仙一念成謀 相對於你的命運也是如此 你覺得行情不好 你覺得不好操作 你覺得賠錢是應該的 你認命了 你覺得台股還會崩下去 那是你自己選擇 墜入魔道 可是如果你可以跟我一樣 靜下心來冷靜思考 接著再搭配股天樂 你去挑選一些好的股票 籌碼進駐 動能加温的股票 要賺錢真的不難 好不好各位 反彈特工隊 我們已經推第三天了 我從來不奢望 沾錢顧後的人會來加入 去年的行情 什麼亂七八糟的人都能賺 新手 剛開戶的小白都能賺 可是這些人 今年也差不多 都吐了回去了 都吐了差不多了 甚至倒賠的 違約交割的還不少 可是在這種行情之下 能夠賺到錢的人 你才是一隻的 你才是No.1 你在這種行情 你還能夠賺到錢 以後有什麼行情 是你不能處理的 決心 破例 果斷 才是做大事的關鍵 現在我要召集的特工隊 反彈特工隊 不僅僅是賺錢的特工隊 我有信心 在我們這裡 將會成為贏家俱樂部 你可以透過等一下廣告專線 直接拨打電話進來 或者加入我的Live at win16888 直接線上詢問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